好 再来更多 再来更多呢 这个我代码已经写出来了 为什么直接写出来呢 因为这个代码和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广场业的这个代码 完全是一样的 不能说完全一样 95%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代码直接拷过来 然后放在这个我们新建了一个叫做 路斯里面 API里面新建了一个block.js.js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改了一点东西 第一点东西呢 就是我们再来更多的时候API肯定要变 对吧 再来更多的招牌这个函数我们也肯定要变 就用我们上一节刚刚讲的这个 get.js.me.blog.lease这个函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这个路由的前驻肯定要改 对吧 s.me 给我们的设计 它是API.js.me 然后录的帽 对吧 第三点就是说 我们在进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我们需要传入URD URD呢 就是从30里面后取的URD 所以说就改变了这种三点 很简单 对吧 三大地方都是一样的 还是要注意啊 我们之前讲过 就是说我们加大跟多数 返回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20千万的一个模板 对吧 通过这个方式来去返回的 反正数据格式也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盘数的显示板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 我们就没有必要再重新写一遍了 这样就浪费时间了 这个完事之后呢 大家记得要在这个APP.js.js中 我们要引用和注册一下 引用一下新的这个路由 新建的路由文件嘛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把这个路由注册一下 OK 完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已经启动了 已经启动 然后我们可以刷新一下 现在是七条 对吧 七条未读呢 这个地方显示五条 这再更多 然后这个地方再显示 一开始的两条 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 这再更多 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不是什么麻烦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 标记为已读 标记为已读这个东西呢 在我们的blog 我们可以 做之前 我们可以把这个 代码先提一下 这是一个好习惯了 好 改的东西就是一个注册路由 路由文件的新建呢 我们先提一下 每个作为一个功能 我们都提一下 次密 页命 加载更多 好 这个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做那个 标记为已读 标记为已读 我们在之前是留好位置的 在这个路由里面 这个地方留好位置的 对吧 标记为已读 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直接调什么 调Control就好了 Control有什么 提供一个方法 来直接调就好了 然后Control里面呢 我们就调这个 BlogAds Js这个Control里面就行了 这个里面呢 已经有了这个 getCount getAteneCount 还有getAteneBlogList 那我们可以再加一个 叫什么呢 叫MarkAsRead 对吧 交由已读嘛 叫MarkAsRead 交由已读 好 TradudAd 对吧 你知道是谁的 好 这个函数要输入出去 然后图示要写上 然后标记为读 好 这里面呢 其实我们叫Service就可以了 它就是一个数据更新嘛 它没有什么逻辑 也没有什么难度 叫Service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Service里面 我们再看一下 Service里面 找一下 AddRelation里面 我们加一个函数 Control里面 我们的函数名叫 MarkAsRead 就是标记为已读 对吧 这是一个很业务的说法 那在Service里面 在数据层面的说法 它应该是什么呢 它应该是一个更新 对吧 更新 所以说我们建一个函数 叫Update AddRelation 更新 更新呢 我们要传入两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是什么呢 是可以这么写 要更新的内容 这是第一个函数 然后第二个函数是什么呢 是条件 对吧 就更新的一些嘛 条件 好 那要更新的内容呢 还是要写完整 好 写完之后 我们把这个函数 输入出去 然后我们看一下参数 所以我们现在内容 这儿的内容 只有一个标记为已读 对吧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 我的数据模型里面 model里面 这个Astulation里面 IsRead 这个字段 所以说 这个地方 我们根据之前写的 这个约定呢 我们可以写一个叫 NewIsRead 对吧 NewIsRead 然后 为什么不直接写IsRead 因为后面会有 这个参数呢 会冲突 条件呢 一般是有个ID 然后IsRead 比如说我们根据 这些条件去更新 所以说这儿有 IsRead之后 这儿就不能直接写 就写个NewIsRead 然后我们写个注释 更新内容 然后object是查询条件 更新 再测 Astulation OK 那更新呢 首先第一步 要什么 要拼接 更新内容 对吧 第二步呢 要拼接 查询条件 第三步呢 是执行更新 这是我们更新的 一般的做法 拼接更新内容 我们看一下 UpdateData 我们可以复制空对象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如果有这个IsRead的话 我们就UpdateData 点什么呢 Data Data点什么呢 点水清零 对吧 应该是从这个model里面去找 应该是这个IsRead 复制成NewIsRead 就把这个数据更新一下 好 现在更新内容只有一个 是吧 所以说我们就看下一个就行了 查询条件 WhereData A字 UserID 然后我们就拼一下 WhereData 点 UserID 复制成UserID 好 第二个就A付IsRead 一样的 好 更新内容我们 拼接了一下 我们也拼接了一下 完成之后 又再去执行更新 就可以了 好 执行更新呢 我们在根据 Cyglass的操作 也比较简单 通过这个Add to Relation.Update Update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更新内容 对吧 直接把这个靠过来 好 第二个参数呢 是Wire条件 所以把这个Wire写上 Wire条件呢 我们这儿 这样写上 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呢 我们也return了一个什么呢 returnResult0 return0是不是大于0 对吧 大于0 更新成功之后呢 它肯定是大于0的 它如果等于0呢 说明是没有更新成功 所以说我们这么保存一下 就可以了 好 这更新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说 完事之后呢 我们就是 在这个里面去引用一下 在这个Control里面 引用一下 也是比较多了 我们换一下 看着好看一些 OK 然后这儿直接去执行就可以了 这儿执行呢 要加一个Try吧 Ware一次 这个东西 更新 然后它需要的参数 我们说过 它需要的参数两个 第一个是更新的内容 第二个是参数条件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给你它的要求啊 比如说 New is read 这个呢 我们更新成true 对吧 是不是已读嘛 我们更新成true 然后变成已读 条件呢 User ID是一个条件 Is read也是个条件 就是 Is read.fault 也就是说当 满足用户ID 并写的这个什么呢 并写这个 Is read.fault 是未读的时候 我们才去执行这个更新 把它更新为已读 好 然后执行这个就可以了 Try catch Catch有错误到时候 我们直接执行一个 Consult Error Consult.error呢 我们这个地方 会在最后日识的时候 再回去讲 就是它可以在 圣诞环境下 去收集起来的 所以说我们这 打一个日识就可以了 那完事之后 我们要缓回呢 我们其实不需要返回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 为什么写 Try catch的原因 因为这个地方 不需要返回 Success Model 或者这个 Azure Model 为什么不需要 返回这个东西呢 因为你看 这个函数在哪 调用的呢 我们直接写完之后再说吧 先引用过来 对吧 好 引用过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 它是在这个 Render的 就是返回之后 接用的 对吧 这么写 这么写 当然它需要 传入一个 U3D 比如说 我们在Controller里面 一般要返回 Success Model 和Azure Model的时候 我们一般是要 把这个数据 返回于前端 对吧 那我们这个地方 GV读 它是在渲染 页面之后 去默默的进行的 它成功与否 全都不知道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不用返回 也不用返回这个结果 只要执行就行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不需要返回 Success Model 和Azure Model 不需要返回这套数据 它只需要执行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我们要 加个Try Catch 它执行失败了 我们要知道 变完的话 我们前段也不知道 后段也不知道 这样的话 就有问题了 对吧 好 最主要的就是说 为什么不需要返回 这个Success Model 和Azure Model 以及之前提到的 这个标记为已读的 这个功能 为什么要放在 这个渲染页面的后面 是为了优化 这个页面产生的时间 对吧 这个事情要在后段 默默的去做 就不要影响 页面的一个响应时间 其他的内容 其实没什么问题 这个的话 本质上其实就是 更新的一个逻辑 好 那我们 开始之后 我们启动一下 然后这里面 我们直接去访问首页 大家看 张三访问首页 这个地方提到我的 是七条 对吧 我们进来之后 大家看 这个地方默默还是七条 还是七条 这个时候 其实已经执行了 这个标记为已读了 对吧 那我们再刷新的时候 比如再进入首页 它就是零了 对吧 那七条你已经看了 就是零了 在谷博的空间也是零 然后进行之后 虽然还有 但是它是零未读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 比如说让 让李四再去 给张三发一条 好 李四的提到我的 是两条 对吧 进来之后 也是两条 然后我们再刷新的话 这就是零了 就是未读了 比如说 标记未读 是这个页面完事之后 他慢慢的做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回复一下李四 张三吧 比如说 我在学习 好 回复了之后 这个电话 有个一未读 因为这个电话 他爱他了李四 就爱他了自己 对吧 我们刷新就没有了 但他爱他了张三 爱他了张三 然后我们看一下张三的 首页 刷新 就有一个七条 好像是一了 对吧 比如说未读的 只有一条 之前的七条 就已经已读了 化存 好 进来之后 还是一未读 但是我们再一刷新的时候 就是零了 就再进首页也没有了 这个时候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里面 它到底是怎么个展示形式 好 大家看这个地方 A3的这一列 有1 也有0 比如说这个数据库 什么就是用1和0 来表示这个 出发false 就是我们前面的出发false 这一点 有点跟C语言的 这个逻辑是类似的 OK 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把代码提交一下 一幅看一下 好 Sme 标记为 已读 好 接下来我看一下 问问题 OK 这样的话 这个页面的工作 就算已经做完了 就是这个页面的一个 等一下 这个页面的一个展示 加载更多 标记为已读 就算已经做完了 但这里面我也可以回复 比如说电话多少 然后比如说我不告诉你 可以回复了 OK 这样的话 其实网五就收到这个信息了 对吧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网五刷新一下 好 它是三条 我们看一下 张三的这个就已经过来了 这样的话 就是微博的一个基本功能 at了谁 或者回复了谁 当然回复也是用at的功能实现的 让他们之间可以相互的交互 对吧 就是别人at了我 我能知道 我at了别人 别人也能知道 这样的话 这个功能就已经交互起来了 微博的这个流转就已经做完了 对吧 对吧 感谢观看